人参为五家坞植物人参的钢造筋 是我国最忌民族特色的传统中药 其未甘未苦归心脾费经 首先记载于神龙本草经 以九伏轻生延年之功列为上品 人参经过加工炮制 就会发生次级造金的转化 以及美拉德反应 从而使用这个化学成分转化过程中 相对比例发生改变 进而使用药物活性增强 或者增加新的活性成分 以红芯是最忌代表性 大家好 我是仔细生 这一期影片我们来讲讲 红芯的功效和应用 讲五芯之前我们先介绍几个概念 首先人参为五家坞植物人参的钢造筋 它是多年生的本草 只要是生于我国的东北地区 目前市场销售的人参 都是人工栽培的燃参为主 西洋参又叫羊参、花旗参 它是五家坞植物西洋参的钢造金 多生于北美洲的山野森林 我国也有人工栽培 高丽参又叫朝鲜人参 因为我国在古时称高丽国产的人参 所以它就叫这个名字 是我国引众到朝鲜的 它为人参的野参变种品 目前高丽参只要产自于朝鲜半岛的北部 我国中药市场中目前流通的高丽参 都是人参经炮制而制得的红参 人参曬光和控光之后 就称之为新曬参 人参的鲜根用针 扎了几个孔子 用糖水浸泡过后 细缸又称之为唐参 人参用高温精制两个小时 直至全熟 光炒之后 除去甘衰 就制成红参 所以红参不是一个品种 其实红参是由人参经过震润 清洗、分散、精制、曬光、空光等 这些炮制过程中加工而成 光炒后的红参的颜色红润 气味浓香 它的功效也多 首先红参一又可以升高低血压 又可以帮助降高血压 对我们的血压 它去到一个双向的调节作用 从而帮助我们身体 维持一个血压的平衡 另外 红参的性温未禁 它可以出众我们身产代謝 和脏腑功能的正常运作 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 起到一个知音补血的作用 尤其是对女性朋友 有调节内分泌 缓解气血不足 和四肢病能 都有比较好的效果 红参不单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增强我们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对抗疲劳 对抗疲劳 红参也有选治的效果 红参可以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 增强我们身体对各种压力的升能力 减少疲劳感 更重要的是 红参的提取物 还可以抑制多种癌症的发生 同时都简香抗癌治疗过程中 对免疫系统的独副作用 在恢复燃气方面 红参也是极为有效的 特别是适合那些 因为大量出汗、大病 或者长期病药 导致一些气血衰损的人群 它可以帮我们迅速回复体力 甚至一些危重症的治疗 红参还可以保肺健脾 对一些脾肺虚弱 胃寒 长期复杀问题 都有比较好的疗效 适合一些气血不足 和阳虚体质的人群 在男性方面 红参通过抗张心臂器官血管 增强白气功能 对阳瘟、遗症问题 都有一定帮助 最后 红参还可以帮我们 安神保佬 缓解、失灭、多亡 健忘的问题 提供我们的记忆力 和学证能力 对一些精神疲劳 或者有记忆力下降的人群 都是非常适合的 更有点朋友问 自身 红参和人参的区别 主要在哪方面呢? 红参和人参都是我们五家科的植物 但是它们在颜色和制作和功效上的差异 就是比较大了 首先 红参是经过特事处理 比如浸泡、精制和空缸 它的颜色是红色的 半透明 而且质地比较坚硬 我们人参是未加工的 身洗身 或者其他种类 它的颜色是偏玉白色的 或者是淡黄色的 它的看来更加自然 它的根部是完整的 另外呢 红参的制作是比较复杂的 它是包括剪气那些 脂巾和人参酥的 它精制曬光这些步骤都有 这样呢 使几个弱效更加温和 这么容易给我们人体吸收 而我们人参一般是 直至曬光的新晒心力 它保持了人参 颜质颜美 和大部分的营养成分 同时呢 从中医角度来说 红参它是性温罩的 就是那些温暴氧气 或者是保气作用比较强 只要是容易治疗那些 有去虚引气的去弱症状的 比如呢 肢体冰冷 去短物药 而那些人参就性温 微苦甘的 它只要是大补燃气 固物和益痞胃 养血安神 人参只要用来治疗一些 因为燃气不足引起的症状 比如我们面色仓白 虚寒不止 或者物比较微 更有些朋友问 自己身 韩国的红参是不是最好的 其实呢 中医里面不同的地方 的药材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好的地方的药材 就叫道地药材的说法 即是说 淮南为吉 淮北为迹 那意思就是 我们人生 换的地方 效果可能就会差 但是呢 目前从地理的位置来看 韩国是唯一朝宣半岛的南部 那并不是人生最好的生长区域 那有些朋友会问 那自己起身 即使从地域上来说 我们人生最佳的生长地区 和韩国没有什么关系 那为什么韩国的高利芯和红参都卖得这么好呢 其实呢 那么多原因是高利芯的市场推广 做得更加好 那我国呢 是发言 而且是使用人生最早的国家 在人生被发言的时候呢 我国呢 就有人心炮制的 那研究表明 高利芯和中国芯在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这方面是基本一致的 只不过是加工的方法是有差别的 那在我国东北地区呢 特别是长白山山物呢 它是种得出好人生的地方 是道地人生的产地 所以呢 买芯不需要出国买的 在家里呢 家门口就可以买到 好了 当然呢 人生呢 是不是吃呢 都还要转意足的 那有点朋友问 自己身呢 红参一般是怎么吃的呢 那红参的食法有很多种 我们可以在红参拿去肉店磨成细粉 每厨汤服 但是记取的服用量 最好是根据我们个人的体质和体厂来确定的 而且都要听藏医生的建议 最为稳妥的 另外呢 我们都可以将红参切成薄片 每一次呢 拿两三片放入杯那里 倒水 盖上杯盖 等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 那红参炮酒呢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 我们可以将 做一根红参放在白酒中 蜜蜂浸泡 记得 剩一些度数比较高的白酒 50到60度的效果最好 同时呢 我们都可以将红参切片放入那个 瓷碗或者是凳中里面 加点水 盖好这个碗口 我们精炖大概40分钟后使用 如果我们想直接伸增提神呢 都可以将切片的红参放在我们 不过呢 由于红参味苦 可能有些人呢 不是那么容易接受 另外呢 我们由于红参本身是有些苦舌的 我们直接食用呢 是不是那么容易下宴的 可以呢 将它和瘦肉啊 母鸡啊 或者是 鸡 鸡啊 或者是鱼啊 那些食材一起来炖汤的 不妨呢 去掉红参的苦味 还可以达到滋补的效果的 一句两得 是吧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